大家好,欢迎回到全层工程画质18般51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期课呢,我们继续讲解代码检查工具 那么我们这一次检查的对象是html代码 那么工具叫做html hint 那么这几课的几个要点 第一点是入门,就是出示一下html hint 介绍一下它的规则以及命令行的使用 第二点是html hint的一些高级的配置 就如何写单独的配准,如何配置内联的规则 第三点呢,就是说介绍其他的html检查工具 比如说是w3c validator和html tally 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实际演示的阶段 那么html hint它的官网呢,是html hint.com 然后这上面有它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下面是它的这个规则 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讲解呢 主要就是实际演示呢 是参照它的github的官网 github的这个主仓库 在github上面搜html hint就可以找到这个 然后html hint如果你需要开始的 就是第一步的话 你需要先全局安装一下html hint 那我们先make do 然后安装一下html hint 好,我本地已经安装完成了 那么我把这一次安装取消掉 sml hint 好,我本地已经安装完成了 那么我们先进入实际演示,我们先进入实际演示,我们先进入实际游户了 它的版本是0.9.12 那么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第一步就需要准备一个sml文件 我们可以把它官方的这个sml copy进来 vimindex.html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 就是我这个div是没有闭合标签的 那么我直接html hint 可以看到 检查我这个index.html 它报的错误就是tag must be paired 就是说我的标签必须要闭合 缺少闭合标签 然后第八行有一个cache 但是缺少一个闭合的标签 那么 这个就是一上来 就是跟大家实际演示了这个html hint的实际用法 那么用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在我的工作经历经历里面 有时候遇到一些很奇怪的bug 那么这些bug产生的原因呢 其实都非常的简单 比如说你的html书写有问题 比如说同一个 那么比如说我们再来编辑一下我们这个文件 同一个节点上写了两个ID div class 写了两个同名的属性 class等于contender buzz 当于 rull div content 好 那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可以看到 它对于这种 就是暗号看的对于这种重名的属性检查 也是非常敏感的 就是说duplicate all attribute name class was found 就是它触犯的规则呢 就是说不能有重复的 这个属性 那么这个是sml hint的基本使用 那么它的规则呢 就是它的结果就是检查的结果呢也比较直白 就是先是一个这个时候是文件名它检查什么文件出错了 然后 接下来是出错的那一行 然后出错的那一行的时候 呃 在的列 它用了一个监控号把它指出来 那么多多条错误呢 它是这样并排的 就是l第九行第十行这样并排出来 那么实际上大家在检查的时候 呃 如果想检查 呃 一个目录 或者一个目录下面的一部分文件 或者一个目录下面的所有文件 那么 可以跟这个 比如说是我要检查所有的stml stml hint 新的sml 检查所有的stml文件 那么都是可以的 或者你想检查 当然这 一个合法的这个 呃 选择符 都是可以的 那么 呃 关于呃 本期课程的 本期课程的第一点里面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规则介绍 就是stml hint 它帮你检查 它的代码 那么它究竟有哪些规则呢 那么呃 这里就是stml hint的规则列表 那么 它这个规则也分类好几种 就是类似于css lint 那么第一种叫标准的这个stml hint里面标准的规则 呃 有这么几条 逐个跟大家那个介绍一下 第一个tagname lower keys 就是标签名要小写 第二个attribute lower keys 就是属性名称要小写 然后attribute value double quotes 那么属性值呢 要用双引号 那么attribute value not empty 那么属性值不能写成空的 那么attribute no duplication 就是不能有同名的属性 那么doctype first 就是html文档的 开头必须要写doctype 那么tagpair 就是标签必须要闭合 那么这里呢 跑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你如果让你来写stml hint 你如何检查这个 啊标签有没有闭合 那么tagselfclose 对于自闭 呃 自闭合的标签呢 需要在某位写上斜杠 那special char escape 是special character escape 那么特殊字符需要转移 比如是and符号问号这些 特别是在UIL里面的 那么id unique 就是说 同一个id在整个文档里面 必须是不能重复的 那么大型建议都知道 就是在一个文档里面 重复了id 它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第二个重复id 肯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个元素 你永远也选择不到 那么src not empty 比如说图片的src属性 不能是空的 那么title require 这个指的是那个文档的title 那么第二组是那个perform 就是基于性能的这个atmahint 比如head里面 不能放script的标签 它会阻塞 因为script的天然会阻塞 这个sml和css 就是文档的加载解析 那么可用性 在可用性这一组里面 有一个alt require 就是对于 image标签 应该添加这个 必须要添加这个alt属性 那么 第四组规则 就是specification 里面有 doctype html 我必须写成 html id class value 这个我还没遇到过 可以看一下 那么id和class的这个书写规则呢 必须要是统一的 比如说是要么就是下滑线的 要么就是连字符的 那么要么就是驼峰的 那么是这个意思 那么style disable 这是内联的style 属性不能写 那么 inline style inline script disable 就是内联的 我看一下style disable 那么就不能 style disable 意思是不能用这个style标签 当然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可以不用的 那么这是内联的样式 不允许使用内联的样式 不允许 inline script 不允许使用内联的script 然后不允许混合这个space table mixed disable 不允许使用这个table和空格 就是指表符合空格来混合缩进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选择符的 id class add disable 那么id和class呢 不能使用这个包含这个ad 那么ad这个关键词呢 是指的是广告的意思 那么你的这个id和class呢 不能使用这个ad这个关键词 因为它会被一些 这个叫 比如说是我这装了一个 去广告的插件 叫add block plus 那么它会把这种带ad的class的 或者id的元素自动给你屏蔽掉 然后像其他的两个属性 比如说是 你的这个 sref属性 必须是绝对的或者相对的路径 但是你只能选其中的一个 当然这个在实际数写代码的时候 会有一些 如果强加一套规则 会有一些问题 这个一般都不起用 那么对于一些 不安全的字符 它这里面列出了一些 这个也比较少用 那么总结了 最后还有两个规则 是csslint和gshint 这两个 那么这两个就是说 你在sml里面内联的css或者gss 它可以调用这两个工具来帮你检查 那么在它的这几组规则里面 一个是标准 一个是性能 一个是可用性 一个是规范 还有其他 那么我最常用的是这个标准的 这一组规则 然后还有其他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规则的介绍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这一节课程的第二点 就是atmahunt的配置 那比如说是我们刚才讲 在我们刚才这个目录里面 我们如何书写它的配置 配置文件的 那么它的我们需要编辑一个sml hint rc文件 为sml hint rc 那么它本身的是一个接送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这的内容copy过去 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文件 那么我们它会默认的 就是默认的它在检查时会搜索当前目录下的这个 atmahunt rc文件 那么比如说我们继续重复执行sml hint hinder html 它会检查出来两个错误 然后不过这里面它会多输出一行叫config loaded 然后使用了哪一个sml hint的配置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配置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把tag pair设置为force 我们再检查一下 那么它的错误就变成了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改动的 它的意思是 这里面tag pair的tru改成force 意思是禁用这个标签闭合的检查 那么这个检查 建议大家把它打开 那么这个是外部的一些配置文件 就是把这个atmahunt的检查式的规则配置 把它写在一个单独文件里面 那么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这个规则的配置方式是内联 就是直接写在sml代码里面 接下来给大家实验眼神 我们打开index的sml 那么比如说是我们在这儿 就是smlhunt的内联的规则配置 需要把它写在sml代码的注释里面 比如说我们要以smlhunt开头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把tag pair force 把tag pair进用掉 好 那么我们再检查一下 这个要是要放在文件的开头 看一下我们的书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好 那么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个tag pair的闭合 检查规则关掉 在文件头里面加上 那么它就不会去检查这个tag闭合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实际内联的 就是在你的原代码里面 就是内联这个smlhunt的规则 这个通常是 通常的使用场景是 比如说是你在某一些html代码里面 有些规则你必须 就是有些代码你必须真写成那样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 你又得保障那条规则是被遵守的 这个时候你需要在那个文件里面 临时的破坏这条规则 那么smlhunt还有一种这个规则的指令方法 可以看一下smlhunt 看到了帮助文件 那么它这里面有一个rules 就是rules的这个配置项 比如说是 它的rules是启用 这有一个例子 smlhunt刚刚rules 然后tagpair adclassvalue等于underline 然后检查这个tester 那么它是指定了两个规则 第一规则是true 第二规则是等于underline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一共有三种 这个smlhunt规则配置的方法 那么关于第二点就是smlhunt的page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第三点还有一些其他的sml代码检查工具 他们的这个出发点跟htmlhunt也略有不同 那么我们就重点介绍两个 一个是w3 htmlhunt 就是这个叫markup validator 那么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把这一坨代码就是直接输入来验证 看一下它的结果 那么 那么它会报两个错误 就是一个是unclosedelementdiv 一个是包得闭合了 但是前面有未闭合的其他的元素 然后它把我们有w2的地方 并且用这个黄色高亮起来了 那么这个检查工具也是比较不错的 不过它貌似没有这个命令行的工具 可以供我们使用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这个htmltidy 那么这个工具呢 在这里面就不做不做的介绍 就是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到它的官网上来 那个研究一下 它的官网叫html-tidy.org 好 那么总结 小结一下这一节课 这节课跟大家介绍了 代码检查工具的最后一个 叫做这个 就是对html代码进行检查工具 叫html hint 那么html hint呢 跟eslint 那个csslint 都非常的类似 需要全局安装一个node的命令行工具 然后指定一个配置文件 或者在代码里面指定一些内联的选项 然后运行 那么关于代码分割检查工具的 整体的介绍 我们基本上就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一课会跟大家介绍这个 如何把这些代码检查工具整合到你的这个 git的工作流里面 下一课再见